各位观众午安欢迎收看6月18号星期二的中述金新闻 时尚最严厉的酒驾新法项路却有个大漏洞 让很多驾驶人宁可选择被罚9万块钱调照三年 来规避酒册值超标的刑事责任 现在行政院拍板定案 拒绝酒册的人警方可以先开罚 再强制上铐逮捕抽血酒册 只是抽血是侵入性的行为 恐怕会有侵犯人权的疑虑 看到远警 酒驾男子装疯卖傻大声呛吓 我问你 打我家家家 仇态摆出大执法上路拒绝酒册 罚9万还得调照三年 但有人就是不怕 酒驾新法上路不少用路人宁愿拒策挨罚逃避刑则 交通部法务部与警政署 星期一紧急开会已有共识 未来将朝向不经过检察官同意 就可以强制抽血酒册 他还是拒绝的情况 那依照刑事送法205条之一的规定 可以报警警察官 就是申请合法禁定许可书 然后强制这个驾驶人到医疗院所去接受抽血的采验 检方将会全力配合 而朝野立委也纷纷表态 我觉得只能够自乱是用重点 进入性的行为 而且事实上这个 在民众还没确定犯罪之前就上手铐 的确是有一点争议 警方强制上铐抽血 有侵害人权的疑虑 这样的规划利益虽良好 但执行恐怕有难度 感谢观看